这个世界总是不缺少奇迹 许多时候人们之间的情感 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这是独属于我们的强大力量 一位濒临死亡的老奶奶 一位孙子的一句话重新焕发了生机 这是科学无法解释 却又真实发生的事情 一位老奶奶经历了一辈子的风雨 终于可以安详晚年了 儿子孝顺还给她生了一个大孙子 老人家别替有多开心了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先是老奶奶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 被检查出来身体机能老化 伴有各种老年病 这些老年病轻易不会发作 但一旦发作就很有可能带走老奶奶的生命 在老奶奶剩余的生命中 她不能经受太过强烈的刺激 否则身体很有可能受不了 但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乎人的意料 老奶奶的孙子两岁半了 但依旧不会说话 连简单的发音都做不到 起初没有在意这件事情 因为孩子实在是太小了 平时也能吃能喝的 虽然不爱动 但家里人也都认为是孩子性格 比较安静的原因 可在孩子两岁的时候 依旧是一副不爱动 不爱笑 不说话的模样 父母也察觉到了一些不对 在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了检查之后 原来孩子有自闭症 这种病说 严重也严重 说不严重也不严重 至少对生命没有威胁 于是全家都积极地开导孩子 希望帮孩子恢复正常 老奶奶平日里 会经常抱着孩子说话 医生也说 这样对病情有帮助 意外来得非常突然 老奶奶还是因为 突发的心脏骤停 被送进了医院 到了医院之后 医生们也是第一时间 对老奶奶进行了抢救 但救援的成果很不理想 老奶奶的心跳迟迟没有恢复 医生们将老奶奶的家属 叫进了病房 让家属在最后 对老奶奶说一些想说的话 家人们无论说什么 老奶奶都没有反应 最后他们给 还在家里的儿媳打了电话 儿媳因为要照顾孙子 并没有一起来医院 在电话里 儿媳还在叫孙子说话 他一遍一遍地说着说 奶奶我爱你 可孙子连出声都不会 又怎么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呢 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自闭症的孙子 竟然真的开口了 缓缓地说出了奶奶 我爱你 声音很大 咬字清晰 还有些吃力 而就在这个时候 奇迹出现了 老奶奶竟然有了一下心跳 虽然只有一下 但也被清晰地记录了下来 医生们注意到之后 也是立马进行了抢救 最后老奶奶奇迹般地走出了医院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奇迹 故事的开始很频繁 艾米拉和她的丈夫相爱 然后一同组建了家庭 和其他所有夫妻一样 在度过一段甜蜜的时光过后 艾米拉决定与丈夫要个孩子 他们的身体很健康 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碍 艾米拉顺理成章地怀孕了 艾米拉有了爱的结晶之后 丈夫将艾米拉保护得非常好 艾米拉对肚子里的孩子也非常地重视 很少会走出家门 可以说艾米拉在整个孕期 连情绪都没怎么起伏 很快便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这好像就是天资的礼物一般 一下子让这个家变得完整 他们开启了三口之家的幸福生活 过了一段时间后 艾米拉与丈夫又有了想法 他们想为大儿子贴一个弟弟或是妹妹 好让这个家变得更加完整 艾米拉又怀孕了 艾米拉有了第一次怀孕的经验 第二次便大胆了许多 也不再局限于整天都待在家里 丈夫没有阻拦艾米拉 孕妇保持适当的运动也是好的 更何况艾米拉又不是没有经验 但意外总是来得那么令人猝不及防 艾米拉在一次外出活动的时候 受到了冲击 尽管艾米拉在第一时间被送往了医院 但还是没有保住肚子里的孩子 艾米拉一时之间有些崩溃 丈夫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艾米拉的身边 艾米拉非常的自责 她总觉得是自己导致了自己肚子里孩子的离世 丈夫则不停地安慰艾米拉 这并非她的错 为了能够转移艾米拉的注意力 丈夫提议再生一个来弥补艾米拉的故事 艾米拉第三次怀孕了 这一次艾米拉比第一次怀孕更加重视肚子里的孩子 她把对第二个未出世孩子的亏欠 也加到了第三个孩子上面 她不能再承受失去孩子的打击了 然而命运总喜欢跟人开玩笑 在艾米拉去医院做产检的时候 医生告诉艾米拉 因为艾米拉之前失去过孩子 所以艾米拉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也并不健康 很有可能发生意外 艾米拉只能比平时更加注意肚子里的孩子 好在孩子还是顺利出生 是一个女孩 艾米拉为其取名为佐拉 刚开始 佐拉与别的孩子并无不同 艾米拉还为此感到过庆幸 但在佐拉六个月大的时候 艾米拉为佐拉做了一次检查 得知了一个令她无法接受的消息 佐拉与别的孩子并不同 她患有非常严重的疾病 尽管现在看起来还好 但随着佐拉一天天长大 佐拉的身体只会越来越虚弱 直到生命的终结 而佐拉能活的日子也不会太久 艾米拉呆住了 但让她就此放弃佐拉是不可能的 她只能带着佐拉四处拜访医生 寻求活命的办法 可惜艾米拉找遍了名医 她们都对佐拉的病束手无策 而佐拉一天天长大 真就如同医生所说的那样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看着佐拉发病时痛苦的神情 艾米拉伤心的泪水就涌了上来 佐拉再大一些 直接住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每日都需要依靠机器 才能维持生命 而这样的日子也不会太过长久 终于有一天 医生为佐拉下了判决书 她将无法挺过第二天晚上 艾米拉看着病床上的佐拉 又有谁能理解 此时她这个母亲的心情 无法言喻的悲伤在病房弥漫 由于佐拉住进重症监护室的缘故 艾米拉已经很久没有触碰过佐拉了 在得知佐拉命不久已之后 艾米拉决定抱着佐拉睡一晚 最后再贴近佐拉一次 她轻轻地将佐拉抱在怀里 眼角流下一滴泪水 第二天 医生照例给佐拉做检查 医生惊奇地发现 佐拉的身体机能突然开始好转了 医生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艾米拉 艾米拉喜极而泣 她又看到了希望 佐拉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情况好 半年之后 佐拉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 连医生都感叹 这一定是生命的奇迹 艾米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她庆幸佐拉能回到自己的身边 多年之后 佐拉像正常孩子一样成长 在一次聊天之中 艾米拉好像得知了当年的真相 佐拉跟艾米拉说 当时她好像已经看到上帝 在她决定跟上帝离开时 她听见艾米拉一声又一声地 呼唤她的名字 最终她还是决定留在母亲的身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